黄仁勋说AI将掀起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台厂供应链一个都不能少 但我们注意到 当辉达超维美超维相继加码投资台湾 秀琳我们来看看 台湾电力够吗 或者说不太稳定的供电 会不会变成全球发展AI的致命商呢 全球在谈AI产业的发展的时候 其实大家最关切的都是电力的问题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在关心 美国也在关心 欧洲也在关心 就是说在AI蓬勃发展成为工业革命3.0的这个年代 什么事情最重要 缺不缺电最重要 所以在美国开始在组核能小组 要大力的开发核电 就是为了要因应AI的发展 那现在整个AI的重要的科技的大老板们 都在台湾 他们虽然嘴里没说台湾会不会缺电 但是我觉得心里应该都在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在5月涨电价之后 那这次的电价涨幅很大 所以大家都在等6月1号的放榜 放什么榜 就是夏季电价会涨到哪里 这是一个放榜的心情在等待 结果可以看到 每度8块钱 这个是冲破过去的天花板了 那1000度以上的这个用户 每度要到8.46 这已经是史上新高 那台湾当然很云淡风轻的说 这个还好啦 以我们一般家庭的普通用电来看的话 你们只会用600度 所以呢 你们一个月只会增加430 可是回家看看你自己在夏天的时候 假设天气很热吹冷气 你家的用电真的只有600度吗 远远不止 它是用600度帮你试算 你如果是600度的话呢 你每个月电费是430 你想想看如果你不是600度的话 你的电费会飙到什么程度 那另外 这一个台电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个夏季电费的数据 他们最喜欢做数据分析 有70%要归咎于你们人民百姓自己 因为里头的成本结构 我会涨价的幅度 430里头 我只用430算 我430里头有73%的这个增加 都是因为你用太多点 你用的6月用的比4月多 你如果6月用的跟4月一样多的话 你就不会涨这么多 笑死人了 越来越热 你逼着人民不能开冷气 开电风扇 所以他就责 他说责任分摊 我们这个责任分摊 有夏季电价的涨价 还有整个电费的涨价 责任分摊都是七三笔 是 70%是你自己的责任 每一个家庭自己的责任 你用电量就要增加70% 所以是你的责任 30%是我台电涨价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台电真的是非常厉害 非常会做这个责任的切割 甩锅他最会 这件事情台电始终就告诉你 不是电不够 是供电不稳 来 网友都知道台电不知道吗 我很快念一次给大家听 就是缺电 你只能降压 大部分的电器都是定功率的 为了不是固定的输出 你只要有更大的电流一来 电流一大就容易出事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网友都知道台电是装税吗 要不然如果不是缺电 为什么要降载供电 这些都是降载供电的结果 好了我就问 刚刚一开始讲到了 九大AI巨拨都来到台湾 明天是最大盛会的开始 我就问 我们的电真的撑得起 黄仁勋口中的AI军火库 世界的中心台湾 你要推动AI 我们的电够吗 当然大家会说这个马斯克讲话 太夸大了 就是AI所耗费的电力 每六个月就会增加十倍 那即便没有马斯克讲的这么夸大 半年就增加十倍 全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 你听听经济部自己说的好了 我们的郭志辉部长说 这个每年要增加三趴 这总没错了吧 这比马斯克保守很多 但是仍然每年要增加三趴的用电 所以他说呢 台湾缺不缺电的能源政策的问题 最大的变数是在AI 当郭志辉在讲这件事情 AI是最大变数的时候 我真的不晓得 他心里头的那个OS 到底是要成功还是不成功 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 所以全球都在研究 在AI蓬勃发展之后 人类的电力 是全人类的电力 到底够不够用 这个阿姆斯特丹安自由大学的研究就估算 在2027年 AI伺服器消耗的用电量 会850到1340亿度电 等于是整个荷兰 全国的电力都会用在AI伺服器 那AI伺服器就是AI晶片之后 把这个晶片放进了这个电脑里头 那现在大家说 AI晶片的这个产业蓬勃发展之后 下一个呢 就是台湾的这一长串 黄仁勋的好朋友们 最近看到了 大家都是要做AI伺服器的 那大家都是要做AI伺服器的 黄仁勋战舰上面的这些朋友们 难道AI伺服器耗电量 在2027年要用1340亿度电这件事情 台湾不会成为用电的重用户吗 所以呢 包括台积电 当然是晶片生产的过程 它已经用掉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是用掉379亿 然后呢 台积电就用掉了半导体产业当中的 三分之二 210亿 台积电当然是护国神山 大家会希望它不要缺电 我们尽量把电都寄给它用好不好 但是我们其他的人民百姓该怎么办 如果民进党不转弯 台湾真的面临缺电危机 没有电的时候 大家除了现在看到黄仁勋这么爱台湾 成为台湾代言大使之外 也要想一想 去年他在台湾演讲的时候讲了一段话 他说呢 这个规达的晶片的市场 那只有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人口跟市场 还有这个相关的产业 制造不一定要在台湾 我市场在中国大陆都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制造不一定要在台湾 当台湾没有电的时候 当台湾缺电的时候 制造会不会在台湾 台湾能不能够吃到AI红利 那就真的是执政者要好好评估一下 最后我们就来看到又有一个 这个阿辉辈又跳出来了 我们的核四的前厂长 我们都这么着急怕电不够 怕台湾失去了AI的桂冠的时候 他就说了核四重启 三当估计三百亿就可以做得到 重点在政府的决心 不过我再说了 立刻就被台湾说 这个缺输口 这个缺专业 欠缺 直直细细的 你乱讲话 到底他有没有乱讲话 这个真的是 不能够平心而论来讨论吗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议题 就是说台湾的假设要核电复兴 这是先前提 是假设要核电复兴 假设民进党要放下反核神主牌 大家来讨论 要如何复兴的问题 那王博辉当然他提的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核四重启 只要三年有三百亿 我这是一个最快速的复兴的途径 王博辉过去也曾经担任过 核四的厂长 他用他的角度去看 核四可以这样子复兴 不过我觉得台电非常不负责任 台电就跟播录音带一样 不管有任何人讲到说 核四要复兴 或是核电要重启 或是怎样 他都通知欠缺专业评估 静下结论 吴峥 台湾要成为世界AI的军火库 重中之重 AI最好电 台湾的电真的够吗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看今天一个最新消息 今天AMD的执行长苏之锋 他是有提到 接下来AMD要在台湾去投资 超过50亿来设一个新的研发中心 所以其实我认为见为之拙 因为包含这样子国际一流的大厂 他本身要考虑进驻台湾的时候 当然会去做全方位的评估 包含风险 甚至地缘政治等等 都会纳入他的考量 所以既然他们已经决定 要来台湾进驻 今天正式宣布这个消息 当然代表他对台湾 我们刚刚提到的能源结构面 也做过相关的考量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台湾到底有没有缺电 事实上 大家当然都有感受 例如说可能我家最近刚好 有跳到电道 我觉得一定是缺电 但是最终 是不是缺电是一个客观的状态 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数据来看 所以这也是刚刚秀林姐有提到 这个我们经济部长郭志辉 他是有直接在立法院包含 其实包含前国发会主委 龚明星 行政院长卓中泰等人 都有提到一个时间点是 2030年之前台湾都不会缺电 那这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说2030年之前不会缺电呢 是说2030年2031开始就要缺电吗 那我跟大家讲报告 这个说法它本身也是一个依据 就是根据我们国发会的统计 包含所谓的半导体产业成长 现在到2030年截止 我们台湾的用电需求 大概根据国发会的估算 会再成长7个GW 700万千瓦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电视墙这边 这个是我们台电 目前已经包含说 要除疫的发电的机组 包含要新增的发电机组 可以看到包含在天然气的部分 在今年新达新的1号机组会上线 大潭7号 9号机组会上线 明年新达新2 3号等等也会上线 所以就是说根据这个台电 已经在规划 天然气要新增进来的发电机组 到2030年为止 会增加9.100万千瓦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在发电的状况上面 本身是能够去填补 这个半导体用电的需求提升 到底是光电不稳 还是电不够 好 我们今天就拿出证据来说明 台电自己都坦诚 有电力缺口啊 因为现在看起来 不止有电力缺口我们电网也不够强热 所以常常发生各地有出现跳电的情况 可是现在台电发出的新闻稿 好像又有点自打嘴巴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说 他自己说预估在2025年的用电 将成长到600万千瓦 那如果600万千瓦扣掉所谓的区域内的基础等等的话 未来还缺多少 缺470万千瓦 这是台电自己说我们还缺这么多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缺电话 你何必讲这句话 你何必还要盖邪恶电厂呢 你都不用盖嘛 如果你真的没有缺电话 你就直接沿用下去就好 所以现在问题是说 现在政府不要所谓说 希望台电出来有点自打嘴巴的感觉 你要实质感受民众最深的感受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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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杭梦